大家好,我是Kaki 我們希望用古雀來抗衡促色時裝 很多人會覺得古雀只是一個很風格的方式 但其實古雀是其中一個環保的取向和生活範疇 本來我們很喜歡古雀 所以也想用古雀去令更多人知道 當我們選擇去穿古雀這個選擇的時候 其實也是幫助環保出一分力 古雀是其中一項的二手衣服 大部分都是屬於二手衣服的 但當然有些古雀可能是沒有被人穿過的 可能是一手的 但古雀可以象徵到一個年代的象徵的衣服 所以它會叫古雀 本來我年輕時都很喜歡走古雀店 而且買衣服的時候很不喜歡跟人做好衣服 所以古雀很吸引到我 因為它每一件都是獨一無二 而且它會有它的故事在後面 所以古雀本來它已經很吸引我去穿和試 而且現在特別多了很多我們叫速式時裝 其實你會看到整條街都是很類似的衣服 它們是否真的潮流是否真的是時裝呢 它是否真的可以用衣著去代表你自己去表達呢 好像已經變成一個很黑板的時裝 所以我就會覺得古雀可以讓每一個人都找到自己的性格 他的性格出來 如果平時說人們可能嫌髒 其實我們都知道大家有這個疑惑 所以我們全部古雀都有聲勢過的 那就勉強了說你們在哪裡找回來的 好像很髒的這個想法 本來有開始留意一些環保的產品 或者是日常用品 所以自己多留意的時候都發現 其實既然古雀都是其中一個環保的選項 其實我們都可以把一些環保產品 例如餐具或者其他生活用到的東西 都和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就引入了一些環保產品 在我們的店舖裡面 其實環保 為什麼經常說環保很麻煩 其實減少一些垃圾或者源頭減費 已經是最容易做到的層面 譬如我們買外賣 其實我們可能買一個早餐 那裡不只有一個碗那麼簡單 一個膠碗、一個膠盒、蓋子 有飲館、有紙杯 已經產生了很多很多不必要的垃圾 那我們一個早餐都是這樣 可想而知一個星期一個月 其實當我們開始盡量源頭減費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人都已經可以減少了很多很多的垃圾 通常最大的原因就是懶 因為有時用環保產品 其實很多時候都需要自己去清洗 其實我們每個人在家裡 如果有做家務 其實我們平時洗衣服、洗手 其實都是洗的 所以其實只是大家有一個 excuse 就說我不想洗 所以就不開始用 但其實洗是不是真的那麼困難呢 其實未必是我們想像中那麼難 所以我也鼓勵大家開始去用的時候 其實洗未必是一個最麻煩的原因的時候 那何必不試一下呢